小妹昨天那点鸡蛋好吃吗 好吃 你都不说给我吃你 大哥回来了 大哥回来了 要二弟三弟都来了 啊 什么也来了 嗯 大哥 嗯 你怎么穿成这样 对啊大哥 你怎么了这是 穿得跟农民工一样 大哥你体验生活去了 什么体验生活 我公司啊 倒闭了 什么 出事不吃了 我们接了个海外的项目 本来以为很能赚钱 但是假话 携款潜逃了 这赶紧报警啊 没用 跨过案件 没有三五年的时间 坑不打不赢 再说 我也没钱打官司了 我已经破产了 人没事就好 那大哥你回来住吧 爸妈虽然不在了 但是这房子还在 大哥 你咋不这么笨 这怎么能让人骗 哎呀 老三你少算了去 今天呀 把你们三个 交到咱妈家里来 是有事情 要跟你们商量 啥事啊 我破产了 外面还欠了点钱 我想给大家借点钱 哎呀 我想起来了 孩子到年下期啊 我先去接孩子啊 今天周六呀 上补习吧 听听 一说钱就掉头就走 他孩子上学呀 大哥没少处理 两三少说两句 我总的呀 需要一百万 你一百万 嗯 大哥 你也知道 我刚结婚 我结婚的钱还是你给的呢 我知道老三 你是家里的老小 大家都宠你 你花钱也大手大脚的 所以 你能有多少 就出多少吧 行 那回去问问我媳妇 我家呀 钱给我管 我给她管 大哥 你看她俩 哎 你为这个家呀 付出的太多了 没事 大家呀 都不容易吧 大哥 我们家我管钱 这个卡呀 是我们家所有的积蓄 有个三十来万 你先拿着 拿回去 我再想办法 卡的密码 是你外甥的生日 哦 我外甥属兔 2011年 二月二十二日出生 密码就是 110222 大哥 你还记得 你外甥生日啊 那可是我亲外甥啊 哎 啊 我等会儿给你发过去一张卡号 你给这张卡里面打过了二十万啊 嗯 嗯 大哥 你不是破产了吗 啥破产呀 哥呀 接了个项目 这次呀 想带着你们 跟哥一起干 那个项目啊 压力有点大 哥就想着 看看你们 谁能扛得住 哥 那你也不用给我钱 你这些年啊 也没少帮助我们家 嗯 唉 老大 给 你不是这些孩子去了吗 哎 没有 我刚刚去把车买了 这卡里啊 有十多万 呃 完了呢 我再 跟你弟媳妇 哄着要脸啊 不要着急 不用了 我没有破产 啥 你没破产 那你忽悠着我把车买了 我亏了好几万 呃 等挣挡钱 再买新的 那上马上了去嘛 哎呀 走 哥这哥呀 去哥的公司啊 都走 那 老三还没来 嗯 不会来的吧 不是 我 刚才看他着急忙活的 拿房产证去银行了 哦 这事搞坏了呀 赶紧给老三打电话 我给他 喂 老三 你干啥呢 我在银行呢 你在银行干嘛 我跟媳妇要钱 咋不给 不把家里发现证投出来 刚好银行是为外面一样 你哥带吧 咱哥这房子也是哥哥买的 别 别 别晃 赶紧回来啊 哥没破产 嗯 不要干那事 上回来 干啥呀 这家闹的 这家人干啥吗 说的就是 你赶紧回来 大哥说带我去挣大钱去 好 干啥 啊 快点啊 嗯 嘿嘿嘿 你看干这个事 知道他们要吗